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冯丹离 我是市任怀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议会会长 今天香港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得到通过 我们非常振奋 因为由今天开始 我们香港的政治可以清明 可以免受政治病毒的侵扎 我们香港可以追求优质民主 集中精力解决贫富元素问题 以及住屋问题等深层次的矛盾 令到香港有新的机遇 能够再出发再腾飞 今天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正式在立法会通过 我们感到非常振奋 这个条例的通过对香港未来有更加积极的影响 令到香港可以停止内耗聚焦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令到香港的民主可以更加稳步发展 也都可以令到香港人政治生态更加健康 立法会通过完善选举制度的草案 我十分支持和欢迎 今次由中央顶层设计的最初一公里 到特区细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标志着一国两制实践 揭开了新的一页 选举制度的完善 是带来梁正善治的基础 今天通过了完善选举制度条例的草案 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相信随着这条条例的通过之后 香港可以重回政府 对政府以及我们大家都可以 专注地去发展经济改善 民主选举制度是从外正式和通过 是一个天大的气势 对香港人来说更加是结开全身的一页 确保外国外国者自苟 立法院再有逮捕 香港从不正规 可以最初改善社会民生 今天原创案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 正式通过了 香港将全面进入梁正善治的新时代 我对此感到很兴奋 正顾新的选举法律 坚持一国两制 根本的宗旨 吸纳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 弥补了过去多年的选举漏洞 重构选委会 成立支省会 优化立法会架构 去除气味政治化 体现了香港的整体力量 这是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一件喜事 这对香港来说 是大家盼望已久的 希望得到的一把金钥匙 今天黄战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正式在立法会中过 我对此感到振奋 一定权力支持 以及重新拥护 条例符合香港实际情况 确保爱国者为主体的感人自保 是一国两制 在香港实施的一个新的礼仙碑 我希望未来大家可以更加团队 令到香港一国两制实际 更加幸运自己 希望 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香港 能再次出发 治港者能早立发展经济 改善人生 共建长期稳定法民的香港 在新选举制度之下 香港社会各界可以始终经历 发展经济 改善人生 从根本上解决香港 长期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企业 要进一步实现良静善治 也要确保 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有效落实 确保香港管治权 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亦要特区政府以创新思维积极构变 为香港实现更长远的发展远景 只有爱国者治港 才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出发 以香港的利益出发 在背靠的祖国之下 香港将亦来更大的基础 更好的前面 我们的家一定能够长次到晚 一个人才更加能够行人治愿 我相信这条条例能够进一步的确保 爱国者治港这一原则 让一国两制可以行为之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